山雪电影 今天讲新喜剧之王 新喜剧之王 我没份做的 不说新喜剧之王 旧版 即是1999年那个喜剧之王这个版本 我都没做的 但是为什么今天讲这部戏呢 因为这部戏很多人就说 飘房才只有6.27个亿 在星野的作品之中 这个真是 不应该拿出来讲的 真是很少的 不应该 你们反而不应该这么看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新喜剧之王的产生呢 在2019年的春节的当期 本来是预了给星野的美人鱼第2集播映 但是因为星野对于电影的要求太高 所以迟迟未将这个片可以交给那些电影商 电影商就说 哇 糟了 星野 预了2019年的春节给你的 你怎么都要想都想一部戏出来 星野 其实这个人又可快可慢 去到2018年的10月份左右 星野就说不如这样 就写一部叫做新喜剧之王 正好到时他 2019年播映的时候 刚刚就是旧的喜剧之王 20周年 这条桥有卖点了 星野当然他不会自己演出 就找了王宝强来演的 王宝强知道星野的作品 当然会用一个友情家去拍 于是 好了 就是这个情况下 星野用了三个月 连写剧本 连拍摄 连做后期 哇 真是 讲一次 在2019年的1月份 全部搞好了 太厉害了吧 没想过星野会这么快走 好了 到2月初上映 这部戏的最后 埋单是 6.27个亿 通常 投资方只能够得到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 投资方只能够得到 2亿 2000万左右 2亿1000万左右 那这部戏的 成本用了多少呢 就是需要 5000万 2亿1000万 减5000万 只是只赚了1亿6000万 哇 是不是很和美 没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忽视了 在一些平台的收入 这部戏 也是有在平台那里播放的 居民平台 总共 收入了10个亿 10个亿 可以跟星野对半 平台要5个亿 星野那边 又拿回5个亿 换句话说 这部戏 除了之前 1亿6000万 再加多 5个亿的话 就等于有 6亿6000万 成本只是5000万 赚了6亿6回来 哇 其实 是不是很成功 当然很成功 因为 倍数是 很多倍 你如果用10亿 拍一部戏 结果票房得20亿 那你七除八扣 到手三分一 其实你 可能亏了 但这部戏本小利大 所以 可以说是 最赚钱的一部戏之一 所以大家以后 千万不要说 星野的戏 不赚钱 其实 就每一部戏都赚钱了 这一部戏都赚钱了 我会说是 最后的戏都赚钱了